她的死亡非常的突然 所以我感到很难过 我的爸爸他作为一个公民 他行使了他应尽的义务 他不是在管闲事 因为国家的事 香港的事没有闲事 我为我的爸爸感到自豪 我的爸爸也教育我 如果一个人 他的眼泪不是出于爱 我们就不要把他流出来